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an 歡迎來到劉駕花眼跟青田弄的頻道 OK 好久沒有跟大家見面了 那今天影片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多肉植物的話其實有千百種 尤其像韓國的多肉植物 其實最近它一直出陳出新 一直都有新的品種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下就是 暗色系的多肉植物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說 有一些可能像白粉系的想像拉威啊 然後可能有一些是紅色的 然後有一些是綠色的 那應該很多人會喜歡像暗色系嘛 其實暗色系的多肉植物並不多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幾款比較經典的 最近的話其實有發現 其實韓國貨最近蠻多出現的 一些黑色的一些品種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 白粉系的這個大家都知道吧 其實像黑色系列我自己也很喜歡 所以今天的話就是來介紹一下 有一些像骨子啊像黑王子比較老的品種 然後有一些是可能像韓國他們最近配出來一些 深色系的植物 那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囉 OK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所準備的暗色系的植物 那第一顆的話我們就是要接到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是我最近在韓肉買的 這個是骨子 其實骨子的話它是原生種 但是骨子的話也有另外一個名字叫黑騎士 其實之前的話我一直會認為 骨子跟黑騎士是不同顆 但是後來其實在網路上面查了資料 有一些人說黑騎士應該是 可能是骨子就是去選拔出來 就是個體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其實有另外一顆骨子 這個是早期我應該是跟技大收的 這個其實會跟我在網路上查的骨子會比較像 就是骨子的話它其實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尖 然後會有點勾起來這樣子 那這是比較原生的形態 但是最近收到的骨子 其實它的形態 我覺得已經有一點點的變化了 那之前的話其實我的形態大部分還是像這樣子 不過這一顆的夜傷比較嚴重一點點 那不過像這一次收到的寒肉 其實像這種形態我也是還蠻喜歡的 之後如果說把它陽光再多一點 我看網路上的照片 這邊的尖它會變成粉紅色的 其實還蠻漂亮的 這一顆其實我覺得散了還不算夠 因為這個當時候寒肉進來吧 然後跟戲的話應該最近才比較穩定一點點 那講到骨子的話就肯定不會錯過這一顆 這一顆是黑王子 但是其實這一顆黑王子也是有點點變異的 黑王子的話 如果說大家去看它的學名 其實它也是骨子 CV然後它畫面的名字的話是 Black Prince就是黑王子 比較寬比較薄一點點 雖然這一顆的話其實也是算變異的 如果說大家有看過黑王子的話 其實黑王子不難照顧 它很好夜服 但是就是它比較容易會解散 但是黑王子的夜序 其實它會很整齊一個很整齊的連坐 但是其實這一顆是之前收到的 這個也是比較算 可能黑王子再變異的形態 那講到黑王子的話 我們就後續一定要再講到這一顆 這個也是之前在寒肉收到的 不過其實這是國外的植物 那之前的話其實我一直以為 寫這一顆是芭蕾舞者的 另外一個黑色形態 但後來我去查了一下 跟季達跟我說 他們跟我說這一顆的話 其實就是黑王子的變異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黑王子 就是我們這一顆的黑王子 然後再去變異 所以這一顆在學名上面的話 其實它還是會寫Black Prince的 黑王子的變異 但是它的學名的話是寫VAR 就是英文的Var 其實這個的話其實比較複雜 就是跟這個的Var 是有什麼樣的差別 但是像這一顆的話 就是一種的變異形態 那為什麼植物會變異呢 其實植物變異會有很多的因素 包括像氣候 可能溫度啊 可能一些藥物控制啊 還有一些可能像化學變化 遺傳的基因等等 都會讓植物變異 那植物這種變異的話 其實這個是比較像 有一些像出流的樣子 那變異其實會有很多的 不一樣的東西 那比較經典的變異的話 就是會是像這種 這個就是粗井 其實粗井的話也是植物的變異 正常情況下的話 我們的植物會是像這種顏色 那像這種粗井的植物的話 其實它就是葉綠素的缺乏 就是它在你氣胞壁裡面 產生一些可能基因上的突變 那像這種的話 其實會比較像是可能植物的 植物葉綠素的缺乏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的變異 那變異的話還有一個就是 像這個也是常見的狀態 那這個的話是 烈連蛋的石化 這一顆叫大理石 大家會發現它葉子 其實變得比較粗糙一點點 然後有一點點不規則 其實這個也是變異的一種 當然還有一種變異的話 就是我們植物的墜化 但是其實我去查了很多相關的資料 很難去斷定說它會變異的主要原因 那因為它的因素太多太多了 但大部分來講的話還是自然變異 然後可能由栽培者的話 再去把它選拔出來 然後再利用可能砍頭啊 或者說葉夫啊 去把它再把這個變異的特性再遺留下來 所以像這一顆的話 應該就是在栽培黑王子的時候 那有一些產生變異的 那我們就這些栽培者 再去把它繁殖起來 然後變成是比較完整的 就是整顆都是像這樣子的形態 這一顆我自己很喜歡 這一顆的話叫就是超級杯 Super Bowl 這個的話現在價格還算蠻貴 但是我覺得這一顆價格 應該會比較快的掉下來 因為有養過黑王子的 大家就會知道說 其實黑王子在葉夫的話 其實紀律是很高的 那我目前有孵出來一些 然後確實它的這些變異的形態 都有保留下來 但是大了有點慢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這一顆 那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怎麼會有一顆紫色的在這邊 那這一顆的話我會特別拿出來 就是因為這一顆的話叫子力墊 其實子力墊的話 就是也是骨子膠種出來的植物 大家會發現說其實它的葉形 還是跟骨子會有一點點像 但是它會比較帶一點 就是可能比較深色的紫色 其實像子力墊的話 它曬得比較久一點點 其實它也會變得接近像黑色這樣子 那子力墊的話 我有去查 這個其實也是很早期很早期的膠種 這個就是黑王子去膠種一顆叫克雷格的 它是屬於跨屬間的膠種 就是因為像我們骨子的話 它是泥屍連鼠嘛 然後它是泥屍連鼠去膠種 景天科景天鼠的一顆叫克雷格的植物 克雷格我自己去看一下 它會比較類似像我們常見的一些美人系列的形態 所以它膠種出來就會像這樣子 比較偏向深色一點點 然後可能葉形會比較像美人系列的 那像子力墊的話 其實最近也越剩越少了 就是一直都沒有太努力去繁殖它 那其實骨子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膠種的母本 主要是因為它的顏色其實是很深的 這在多肉界裡面其實不多像這種的深色的顏色 所以其實很多就是一些栽培者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去拿這顆當母本來繳種 這樣我這邊手邊的話就有一顆 這一顆的話是技大的暗黑騎士 那暗黑騎士它的交配式的話 就是骨子去繳種 這一顆是肚裡萬年 肚裡萬年的話其實也是很好的繳種母本 大家會發現說很多的暗紋都會由 肚裡萬年這邊出來 所以像這一顆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養到比較後面 大家會發現說它還是有一些些的暗紋 但是其實顏色的話 其實有點像調和盤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膠種很有趣的就是你看像這一個加這一個 然後出來一個像均綠色的植物 所以這個是我們帶的膠種 其實我們會比較喜歡去膠種 就是它可以有一些新的形態 大家會發現說其實它跟骨子的葉形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的像 當然也是有肚裡萬年的葉形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蠻有趣的東西 再來的話這一顆也是暗色系的 那這一顆也是跟骨子 跟黑騎士有關係的 這一顆的話是我朋友他去繳種的 那這一顆的交配式 其實比較有趣一點點 他是拿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是祭道的作品 月影肚裡 他這一顆其實他之後 他的暗紋 他的顏色其實都會到很夢幻 這一顆的交配式就是 由骨子去繳種這個月影肚裡 所以大家會發現說這一顆的葉形 會跟這個其實比較相近的 跟骨子的可能稍微有一點點的變化 然後這一顆的話 他也會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暗紋 那他的植物變起來會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其實有時候繳種的話 我們想要的就是像這樣子的結果 可能取得他的顏色 那取得他的暗紋 那出來的話就是一個新的形態 所以交種的話真的很有趣 大家如果說真的 手邊有像月影肚裡的話 或者骨子 他沒有開花的話 其實都可以試著去交種看看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兩個要去交種 其實過的機率很多 所以像我自己也有拿月影肚裡去交種 可能像陳夢露啊 可能像七浮神啊 其實這股過的機率都很高 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那最後再補充一下 就是骨子的他的栽培方式 骨子的話其實我覺得相較於 黑王子 骨子我覺得相對來講 好照顧很多 因為像黑王子的話 其實他會有一個很常見的通病 就是他很容易解散 但他也很好夜孵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看到骨子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馬來玩看看 然後他的夜孵的機率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再來的話 其實大家會發現說他這邊 他的金會比較明顯一點 如果說你養久的話 其實他會稍微拉高 所以像黑王子或者黑騎士這種 我們去砍頭繁殖的話 其實機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照顧上的難力度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概可能會給他三顆星而已 我覺得還算簡單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兩顆 比較算古老一點點的品種 這一顆的話是四馬鹿 那這一顆是很早期很早期的多肉 他其實長起來會有點像墜化一樣 但是其實他不是墜化 他就是他的都是很密集 然後顏色是非常非常的黑 栽培上的難力度 其實我覺得不難 大部分像這種的話 我們也是可能就是繁殖的話 我們大部分有一些會是葉夫 那其實因為他的牙不明顯 所以其實不好去剪 所以這一顆其實在市面上 其實能看能見度真的是不多 但他也是黑的還蠻漂亮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是藍色金屬 他不是算黑色系 他其實如果說在英文上的話 就是Blue Metal Blue Metal的話 其實他會比較說是藍色的 但是其實像我們在看的話 他會是比較像深紫色 帶一點金屬感的樣子 其實這一顆也是很早期的多肉 那這一顆的話其實因為太早期了 所以這個也是人家去膠種出來 但是很早期 所以他並沒有留下太多的膠種資訊 但這一顆的話其實栽培的難易度 其實我覺得可能只有兩顆星 他真的不難 大部分我們會用葉夫的方式去繁殖這一顆 當然砍頭的話也是 機率也是蠻高 也是蠻好生存的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介紹一下 就是這幾顆都是韓肉 其實大家會發現說 韓國的多肉 他們因為他們配的速度其實很快 一直一直都有新的品種出現 那你會發現說 可能前段時間比較多會是暗紋的植物 或者白粉系列的 但最近的話其實我發現 韓肉那邊出現很多黑色系的多肉 那這一顆的話就是非常標誌性的 這顆是黑色安息日 黑色安息日的話其實比較可惜是 他們韓國那邊並沒有公佈說 他是什麼樣的交配式 那我自己在看像這種的夜型 我覺得比較像是可能是卡羅拉系列的 但是他的黑色系是由哪邊出來的 這個就無從得知的 那當然這邊的話也會有很多就是韓肉 他們所教種出來最近的一些 比較偏向黑色系的多肉 這一顆的話應該是叫 鵝卵石玫瑰 大家會發現說其實他也是比較深色 他會比較帶像深紫色的顏色 那像這種的話其實栽培都不難 這個大部分我們會用夜復的方式去繁殖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顆 這顆是黑色交響曲 黑色交響曲的話其實也是黑的蠻漂亮的 但是其實真的就比較可惜就是 韓肉那邊他們比較少會去 去講說他們的交配式是怎麼樣 確實有可能他們的植物真的體量太大 那一直有新的品種出現 所以像這個的話他們都不會特別去講 但是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一些 可能黑色的顏色可能會取自於 可能像我們剛剛介紹到的骨子啊 或者說藍色金屬啊這一些 會去讓他的品種變得比較黑 那當然就是有可能是他 假設說他現在交出來一個像這個鵝軟石玫瑰 他可能再去我們假設就是可能這個 他有一個黑色嘛 那可能拿這一顆的花再去配卡蘿拉 那出來也許就是這一顆 其實這個就不一定 因為我們不確定說他們是用什麼樣的交配式 但是其實有時候交種有趣就是這樣子 我們一直去栽培出一些新的顏色 然後不同的形態 那我們介紹黑色暗色系的植物的話 肯定不會錯過法師系列的 法師系列的話其實有蠻多顆都是黑色的 那像這一顆的話比較經典一點 這個是原液黑法師 大家會發現說在陽光沖滑的情況下 它是黑的就是油亮油亮的 那法師系列其實有蠻多都是黑色系的 包括像比較常見的黑法師 然後可能像紫陽絨 其實它也是比較偏向黑色系 那再來的話可能像魅影、烏毒 這些其實都會是黑色系的 所以其實在法師的話 黑色系的其實蠻多 那法師的話其實我們在照顧上 說真的它不是這麼適合台灣的天氣 主要是因為台灣的天氣在夏天的時候 太過於潮濕、悶熱 會讓他們進入休眠的狀態 那休眠的狀態的話 它就會可能葉子 有一些它可能是中心葉 會變得比較平一點點 就是像山地玫瑰這樣把它包起來 那有一些是葉子會掉到只有剩下一點點 所以通常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會在它休眠這段期間 我們會盡量把它移到可能像閃光處 那可能你在水分的時候 你也給一級要少一點點 要不然其實在夏天的時候太悶熱 其實很容易就是可能它休眠 就是可能一覺不行 這個比較難一點 那通常法師的話 我們在凡子大部分還是用砍頭的 其實少部分你用葉敷是可以敷出來 但是機率上不高 因為它的葉子比較薄一點點 所以它可能儲存的養分沒有那麼多 那你要去葉敷出來可能機率沒有那麼高 所以但是如果說你用砍頭的方式的話 其實它的側疊欲是非常高 尤其在生長期的時候 所以其實像法師的話 你把它種成多頭的話 其實它也是非常有觀賞性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相信大家看了應該都還蠻喜歡的吧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深色系的植物 那當然當中有一些很好照顧 有一些不好照顧 那大家就去斟酌看看 那最近的話其實很常在韓國的 多肉裡面可以發現一些深色系的 那如果說你也喜歡深色系的 不妨去收集一些來玩看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那如果說大家有一些想了解的話題 都可以可能留言給我們 或者私訊給我們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拜拜